然后光布现在出列 来 光布和轴马 光布这个衣服怎么紧 我扔着它 红妞 来出来帮我一下 等会儿让你们两个走个模特步 来 来 这一层一层的扣子 这件衣服光不穿的进去买 他的手出不来了 太粗了 来 还可以的 来起来 哎呦扣不上了 扣第二个 我把这个 不要大款了 光布穿羊变马的才行 哈哈哈哈 没事你把外面的记上就行 把外面的记两个扣就行了 光布光布 我收负 我收负 有钱吗 啊 他的他的肚子太大了 往下一点 来 周马好漂亮 哎我带头是 来拉着周马的手 拉着周马的手 然后往前走 然后往前走 一二走 一二走 耶 哈哈哈哈哈哈 过来过来过来看一下 做好了过来过来看一下 哈哈哈哈 这个菜是你做的 对吗 你看 哎呀你这就是 哈哈哈哈 这个菜是您做的 不对 完了 哈哈哈完了完了完了 那这个菜是你做的啊 那就只剩下两个了 这俩就是我做的 哈哈哈吃吧吃吧吃吧 哈哈哈 这个是我做的折尔根 折尔根他们说是黑暗料理 他 你不是上火吗 我完全不知道 上火可以轻火的 虽然呢 也有点怪味 但是和我以前吃的那些呢 还确实不一样 王老师和邱老师是 打了一年 这是顺利派一年 五年两岁 没打算待一年 现在的然后王老师 是已经待了两年 不是 我待过一年 今年是第二年 这是第二年 啊 彭老师和邱老师 之前是干嘛 我大学毕业就来了 你那年大学毕业的 今年啊 今年 因为 因为你的话说的特别像 在二十多年前 然后是 然后想一想 什么原因让您 对啊 就是我其实很小的时候 在电视上看到有 学校的人 然后我就一直有这个梦想 就我觉得这个梦想 在我年轻的时候 不去实现的话 等我在大年纪的时候 就更难受 所有状态动力都不一样 而且现在本来我就刚毕业 本来我就一无所有 没有什么可放弃的 既然能做这个事情 就来了 是 我来这些天 我反正 临心听一些老师跟我说 就您是您的经历是挺不简单的 但是我一问呢 谁都不跟我说 没有 对 正好 正好今天您在这 您愿不愿意跟我说说 分享一下 对我了解了解 我都特别像了解 对 有些东西肯定是很重要的 这个计划好多年了 因为我原来我就学师范的 就是因为结婚的时候 去和我先生 调到一个城市以后 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太好的学校 我就去了一个合资企业 去了合资企业以后 我就没有当成老师 我就一直有这个想法想当老师 那我跟我先生就说 我说我到时候退休我去 他说到时候我陪着你 我们两个可以一年退休 他比我大五岁 我们是大学同学 而且他也是很欢乐的一个人 刚好他说到时候我陪 我跟你一起去 后来我先生就09年的时候 他在一次火灾当中 就睡过去了没醒 很抱歉 我这个提到这个话题了 这个事等于也在零几年 零几年 因为也没有一次所谓再见的机会 也没有说探讨过 有什么更大的一起做的事 就是说以前有自教这件事 所以我也觉得我也不想再去像以前那样去开公司去赚钱 我就想那我们曾经说过 那我就试一试来做一下 歌唱团第一排的第二排第三排 等一下说台上不要哭啊 拖拖不要哭啊 拖拖不要哭啊 然孩儿说台上不要哭啊 来 出来排队 排成三排跟合唱一样 排好 一会上台你就站好 周马到这 对 周马要开心 开心 夫妻的老师们 爱的同学们 亲爱的乡亲们 大家 晚上好 大家好 我是向阳花合唱团的焦焦老师 曾焦 大家好 我是 合唱 合唱团的米妇 大家好 我是博书师周游轩 把瓦夫老师和向阳花合唱团 变出来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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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三个星期前 我来到美丽的卢姑湖 差不多一个星期左右 我就带着现在台上的这些孩子 在学校里做了第一次表演 在学校里做了第一次表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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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到这个小学 也和这个小学的所有的老师们朝夕相处 其实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感动 那么今天我要在这呢 特别的提出三位老师 因为他们都是与我一样 是支教老师 我代表所有的达租小学的这些小朋友们 还有校长 还有所有的这些师生 送你们一份礼物 我相信你们很开心的 我们看一下 尊敬的支教老师们你们好 我是汪峰老师的太太张 你们默默无人的精神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和赞扬 感谢你们 你们辛苦了 以祝福你们 我最喜欢我们的英语老师彭老师 一个画手美丽的一个老师 他嗓子哑了都在教我们唱歌 他肚子疼都在教我们唱歌 我还喜欢汪峰老师 对我们很好 他给我们玩很多玩具 但他脾气很胖 有什么 邱老师 他很温柔很善良 我有什么问题 就时不时会去问他 然后他就耐心的给我解答 我想画一个头发长长的 胖胖的邱老师送给他 我想跟佼佼老师说 我想跟他学钢琴 谢谢他来这里教我们唱歌 王老师是很能干的一个人 他本来有一个公司 但是他放弃了他的公司 来帮助我们这个学校 我觉得他很好 王老师辛苦了 谢谢你 王老师 I love you 2 1 2 2 1 3 王琳,自从你去了卢姑湖达主小学支教 我们一家人都在为你的爱心奉献和坚持感动 也为你感到骄傲 你的年龄大了,身体弱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要量力而行 我们一家人将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你 姑娘,从你开始跟妈妈商量去支教的事 妈妈真是舍不得 因为毕竟你才大学刚毕业 有很多妈妈担心的地方 但通过咱俩上网查阅的一些资料 也了解了支教的意义 想想,这也是锻炼你的机会 妈妈也就尊重了你的选择 妈妈呢,就还是希望你在那边能照顾好自己 做一个优秀的支教老师 爸爸也希望你保重身体吧 你是妈妈的骄傲 小的时候我们总是牵着手一起回家 隐着夕阳踏着同样的步伐 我还记得你想玩游世界去穿荡天涯 想要梦想的光亮 后来也许经历迷茫经历失去的希望 晒得痛了在茫茫人海彷徨 就算没有谁明白我许下怎样的愿望 至少有你在身旁 你是生命之中最亮的灯坏 温暖就让我勇敢地飞翔 这一路向中有难骗不了的烧发 有愈情才让生命更亮亮 我也曾经认这不被了解委屈的泪光 信仰对世界感到绝望 当我们挥舞青春的纸乱 准备去翱翔 我们在彼此身旁 你是生命之中最亮的灯坏 温暖就让我勇敢地飞翔 这一路向中有难骗不了的烧发 有愈情才让生命更亮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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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良的燈塔像一道曙光 让我更有勇气去追逐梦想 这一路上总有难免不了的想法 有勇气才让生命更凉凉 你是生命之中最良的燈塔 勇敢着我让我勇敢更悲伤 这一路上总有难免不了的想法 有勇气才让生命更凉凉 小的时候我们总是牵着手一起回家 拼着夕阳踏着同样的步伐 就算没有谁明白我许下怎样的愿望 至少有你在身旁 我们在彼此圣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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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榜存的 好